大家好,今天我們史丹佛已經上到第13堂課了 現在有開麥嗎?應該有吧 現在是上到第13堂課了 接下來就剩沒幾堂課就可以結束了 快結束了 這次是沒有接到那個論 之前有測試過禮拜天晚上通常沒什麼人 然後論通常會沒有限時間 只是看今天有沒有運氣 是一對一沒有限時間,一對都有限時間 是喔?你有查過? 對啊 好,那就儘快40分鐘大概講解這次的第13堂課內容 如果有什麼問題就可以直接打仗 就是這樣 就糾正 聊聊就是這樣子 好,今天是會介紹 好,Timer 然後就是會寫一些東西在block裡面 然後會支持一些 支持你需要的程式這樣子 然後他會今天會在那個 眨眼那裡做一個demo 然後今天會介紹一個動畫 Animation 然後就可以Change UI Views 還可以眨眼這樣子 這裡介紹他就是他 Timer是可以 可以 可以 就是 可以做寫下測試裡面 然後 好 這裡就是他 不是那個 即時的 然後 可以 在U 就是可以 做一些UI設定這樣子 他就可以 做一些 Round loop 時間可以一直跑 跑那個時間這樣子 還有要不要裏屁這樣子 然後 就是他 Timer裡面一些 Function 然後可以設定一些 就是跑時間間隔 還有要不要裏屁這樣子 然後Block 就是在Block裡面 會執行什麼一些動作 這樣 然後 Sample就是他 設定一個Timer Timer 然後Schedule Timer 可以設定一些東西這樣子 然後他就這 這循環就是他 就是 兩秒間隔 然後就做 做 要不要一直重複 Repeat這樣子 好 這就是Code Code 就是寫法這樣子 然後 然後 你的 YourCode 這邊 就是 就是 UI 動畫 就可以在這邊 寫這些設定 這樣子 好 我們這邊 Timer 到時候寫 就是要 做動畫 要設定那個Week 這樣子 就 避免那個 Memory Lute Cycle 這樣子 好 NS Timer 然後 Stop 好 你的Timer可以做 Stop這樣子 然後 你的Timer可以做 Invalidator 可以中斷這樣子 然後這個 這個就是可以讓你那個 循環 可以就是 Run Loop 做一個停止 這樣子 停止 繼續 繼續 那個 跑那個 Loop 這樣 好 Tolintest Tolintest 好 然後 這個 Tolintest 好 就是它可以設一個 容量 或者在這10秒 可是其實我不知道 這是 Tolintest的意思是說 Tolintest的意思是說 它可以有 加減10 的10秒的意思 他說 Tolintest等於10的話 它是有加減10 所以 它有可能 就是會 晚一點點 如果因為有可能 它的意思是說 當有的時候 你的 你的 program 會睡覺的時候 你需要一些時間 把它叫出來 所以它可以給你一些 buffer時間 就是一個 多餘的時間 然後你 你就可以設這個 Tolint 是這個意思 哦 所以 所以它 它是延遲的意思 是不是這樣 對 它是有延遲的意思 他說 可以給你那種 buffer時間 就是那種多餘的時間 看你要不要那個 哦 嗯 好 謝謝 我來看 好 嗯 Demo 台門 給 看一下 十九頁 好 看 這邊就它有帶個 一個Demo 一個Demo 從它很久以前 開始寫那個 Face Eater 這樣子 然後眨眼那邊 還去做它的Demo 這樣子 然後我這邊就 大概介紹它 這是Demo 就是有做哪些事情 這樣子 就是Brick 它眨眼這樣子 然後 就是它主要是這個 Brick 它這邊 Timer 就是會寫 寫到這邊 它這邊有 設定好 它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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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的 那個 然後它 就像 這邊有 那個WeekSelf 就是Timer 這邊 好 如果寫這個的話 WeekSelf 的話 到時候記得 SelfFaceView這邊 要加一個問號 這樣子 加個問號 這樣 好 好 這邊它 因為是它是 會有 眨眼跟開眼 這樣做一個 動作 所以它這邊又 裡面又加一個 Timer ScheduleTimer 這邊做一個 做一個 那個 循環這樣子 好 到時候 做出來 你那個眼睛會 會 就是張開張開這樣子 好 這裡就它 它就開始 介紹一些 裡面 學它一些 有哪些種類 這樣子 它 Image View Property 實差一些屬性 這樣子 好 然後 好 Image Control Transition 然後它 這裡有一些 動畫可以做一些 轉換這樣子 好 在Navigation Control這邊 不是 它的意思是說 你可以做一個 你自己的 Custom Navigation Control的動畫 不是說 它說 如果你不喜歡 它的 Navigation Control的動畫 動畫 不是從 右到左嗎 它說 如果你不喜歡 像說 你可以 用 Core Animation 下去寫 其實它這一部分 是在講 Core Animation的部分 什麼是Core Animation 學 IOS有四層 第一層是UI Kit 就是我們最喜歡的Button 那個UI View 那一類的 那個就是第一層 第二層是Media 然後Media 大概就是影像 這一類的 第三層就是 Core 忘記名字了 那就是Core Animation Core Text 這一類的 東西 就是更底層一點 最後一層是Core OS Core OS 是我們不太常去碰 所以那個 可以比較不用去管 如果你想要去碰的話 是也可以 可是蘋果不喜歡你這麼做 但是 就是不推薦 Core Animation Core Animation 所以它才會用到CA layer CA layer 是Core Animation的意思 嗯 對啊 好 我解釋一下 喔好 太好 剛才那個 那個 那個 Controller Transition 那個 它是指說 你本來我們預設 或者 在Navigation來講 或者在UI View來講 它在Push 或者是 Pup 或者是 Present 下一個ViewController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進場動畫 或者是 你從上一個結束掉自己 Dismiss掉自己的時候 或者是Pup掉自己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離場的動畫 它就告訴你說 你可以自己去自定義這一段的動畫 喔 所以它會說自定義 就是轉場動畫 就這樣子 對 對 對 Controller的Transition就是講 講那個轉場動畫 喔 謝謝那個講 因為我剛剛 講 我自己想到Custom Animation 就是Custom Transition 我忘記中文 你要怎麼講 好 這邊就是 有些動畫的種類 有Core Animation 還有 有OperGL 有Match 是做3D的 還有Speechy Key的 2.5D動畫 Sprite Key Sprite Key Sprite Key 還有Dynamic Animation 就是 物理 物理 動畫 就是像那個 你 那個 由 像你球 往上丟下來的時候 它不是會有一個物理動作嗎 對 就是 就是說 你要算它的那個 什麼 就是Grafting 它的那個 Grafting 然後去去算 它為什麼 會有這種動作 這是牽涉到物理的一些 計算方式 嗯 好 你可以幫我求救嗎 不用自己算 就是說 系統已經幫你做好了 像你那種 它整個包好的 Sprite Key 裡面 你可以直接預設它 它是有 它會撞擊的 它有彈性係數的 它就自己會去幫你算其他的動畫 對 Thank you 感謝 好 下一頁 UIViewAnimation 好 它就 可以 Change Search UIV Property 它這邊就是有一些 UIView的 一些屬性 可以就是 可以給那個動畫 可以去那個 利用這樣子 然後它 Center 還有 Transfer 這樣子 可以轉變一些 比例 或者 啊 還有 透明度 還有 被掛顏色 這樣子 好 它這邊 提醒就是 做一些 UIView的那個類別 就是放去 就是要在Code Show裡面做 所以就是 對 在Code Show裡面的時候 然後就變成 我們前面介紹的那個 Timer的時候 它就可以在 就是 Code的 先例的 成 是嗎 就是 在那裡面 Code Show裡面這樣做 這樣子 就是它 動畫應該是會比較 Will appear 那邊就是 會 就出現這樣子 就是他們在 Block裡面 這樣子 好 這裡有 介紹一些 一些 方法 這樣子 就是 時間或者是 delay 或延遲多久 這樣子 還有它一些選項 還有動畫 然後 就是 Function裡面 完成一些 哪些功能這樣子 好 Example 1.0 1.0 的話 它一些 動 它可以就是 有 時間 3.0 然後間隔是 2秒這樣子 好 它有 它選項有 有做 做這個 不是 不是間隔2秒 是延遲2秒後才開始做 然後 延遲2秒才開始做 然後它動畫就是它 透明度0 完成就是 這應該是 對 這應該是那個 review from support support view 就是 我問你一下 你知道 那個錢0是什麼 是什麼嗎 錢 錢0就是 那個 這 這應該算 正規表示法嗎 不是 錢0它是一個 不我 它是一個 不我的方式 就是 你有機會去用這個的時候 你點進去 它的說 它的第一個 它給的參數是一個 不我 那個不我 就代表說 如果它已經 正確完成了 它就會 remove from superview 它是這個意思 這段我要插一下 因為有點解釋的 這個方式解釋 我有點問題就是說 不是每一個錢0 都是不0值 這個錢0代表 口球帶進來的 第一個參數 好 謝謝 那在這一個 我們現在在這 Urm Urm的 裡面 在 裡面這個口球 帶進來的參數 是不0值 去判斷說 動畫是不是已經 做完了 所以這時候 這個的錢0代表的是 那個不0值 喔 所以它跟那個 一些高階函數 什麼 MAP FREETER 那個 都是帶的 都是口球 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裡面的錢0都是代表 第0個參數 錢1代表 第1個參數 對 喔 謝謝 現在沒有 沒有講 我沒有特別注意到 錢1可以 可以代表不0值 這樣子 沒有沒有沒有 只有在這個closure 才可以用 你要 對對對 對 其實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這種表現方式 我覺得蠻訝異的 蠻有趣的 不是 是應該說 所有的closure都可以 要有帶參數 都可以用錢0 錢1 錢2 錢3 我知道 我是說 第一次我可以看到 就是有這樣子 簡略的寫法 我說我蠻訝異的 就這樣子 好 這邊 高階語言 沒辦法 對啊 因為我一直以為前0 你都可以代 就是可能 數字或字 磚這樣子而已 對吧 不一定 不一定 因為 因為我有用過這一個 UIViewAnimate 所以我知道 它Complete 它第一個帶來的成數 是一個不0值 所以我剛剛才問你說 你知不知道這個前0 在這裡是什麼意思 好 好 它如果true的話 它就可以 移動 那個 可能下面那一層的那個 view這樣子 不是說 就把這個 因為 因為我們 我們看到的 的那個 UIController 它上面都一定會 你看到所有元件 都是在那個什麼 superview上面 所以 你一直說 remove from superview 的意思是說 我徹底的 在我 你這個 畫面裡面 徹底就是不見 就是給它 confirm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應該 蠻常會用到的吧 對 原則上不多 我們要先講這個 remove from superview 要先把 view的 hierarchy 就是那個 view的層級講清楚 其實你如果在 stopview 你每一個view control 最底下有一個view 就是你最常常在用的那個view 最底下的view 所有再加上去的view 都是它的 subview 所以你會有view 點 subview 這個東西 那 假設我的view subview 一個 myview 進去了 所以這時候myview 點remove for superview 就是從我的view裡面 拿走了 這時候它就不會再被顯示了 嗯 這樣OK OK 這邊就是 上面的那個解釋價值 這邊也會有介紹 Uiview animation upshow 是一些泯滅功能 他這邊功能可能 他這邊功能可能 Beginning from search of status picture 這可能一開始的那個狀態 然後這個第二個就是 error user inter 可以做一些 就是那個手勢判斷的那個 互動這樣子 不是 他是說 aloud user interaction 的意思是說 他可以讓使用者 臨時要做別的動作 可以 做別人動作 講的比較 籠統一點是 做別的事情 他可以 使用者可以隨時中斷 有點類似這種味道 好 好 好 Layout subview 動畫可以 Layout subview 這應該是他 他可以 移開 這個 這個 因為他其實 這一 他並沒有全部講 這一個 所以我也 他叫我們要去看文件 我沒有看 我承認 我來講一下 其實這一些都是說 你這個動畫的參數 也就是說 我們雖然說下一個動畫 他可能是一個線性的動畫 可能是一個 緩慢進入 然後快速 快速離開 或者是快速進入 緩慢離開 等等之類的 他是在設定這些參數 但是因為 你不見得會用到每一個參數 所以 真的 要用再去查 通常都是用neader 或者是ezy in 或者ezy out 這樣子而已 嗯 其他的 就是 你覺得 你有其他的需求 再去看吧 有 那就 我也不知道 那就 下一頁 下一頁 補一下 剛剛幾個比較常用的 就是 剛剛講的那個 ezy in out 跟ezy in 跟linear 就是線性 直線 等速的 然後 比較常用 可能還有那個 auto reverse 就是 你要回歸到原本的狀態 就跑完以後 他會 跑回原本的狀態 那 前面這邊 有提到 他這個東西 他這個option 是 一個set 所以 一次不只 可以使用一個option 就是 你可以一次使用複數 這樣子 好 好 謝謝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既然講到那個option 那我就回到這 也就是說 原則上 你如果在系統裡面 看到他給你的參數是options的 都代表他是可以同時被指定多個進去的 只要在系統裡面看到這個名詞 都是可以多參數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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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補充 原來可以多參數點 好 好 Sometimes you want to make 好 限制 spatial 好 所以 這裡 這一段 這一段 這應該是講 就是他options 這些他可以做一些 多參數這樣子 一個 二 二 第一个,Transition Flip Fund,你可以从左边、右边,上面、下面,第二个,Transition Cross Dissolve,你给他熔解后再出来,第一个观点就融解,第二个观点就在慢慢跑出来,第三个,Transition Crow,你是翻页的,翻页的那种动画,你可以从游戏, 就從上面開始翻頁,或是從下面開始翻頁 好,所以他這邊就是講transition 一些內容 這邊他舉一個例子,就是反轉遊戲卡片 然後他寫全CQM,然後有0.75 然後他option可以做一些,可能是反轉從左邊來 然後他一些動畫有哪些 好,然後animation 他一些view,有一些hypology就是階層 然後他有不同的 可以改變,就是view的階層 可以增加或review 那個subview這邊 這邊就他可以show hide transition view 如果想要可以藏hide屬性這樣子 所以這 應該就是說他 這裡就是他可以移動那個 fromview 在viewhide party 或可以增加一些view這樣子 demo 15 好,看一下 好,這邊他有做另外demo 就是他自己有做增加個iceview這樣子 好,他就 從這邊創造一個 從這邊創造一個 ice 然後他做一些他 的iceview一些設定這樣子 好,subview 對 好 所以他 對 他 就從 iceview一些 做一些 好 好,他 好,下一頁 看 後面好,後面就可以 可以 可以 介紹一些 dynamic 一些其他 動畫可以做 做一些其他事情 好,dynamic 他就是要 一些步驟就是需要 創造那個 UI animation 好 好 好 其實我不知道 擺面一顆動畫是 對 他是做一些物理的那個 效果 這樣子 好 好 好 這邊就是做 歸 歸 體重 就是 重力的行為 這樣子 好 還有崩潰 崩潰的行為 這樣子 動畫 好 他一些 剛剛那個應該是撞擊吧 對 想說 怎麼會是崩潰 是撞擊啊 collider是撞擊 撞那個撞擊器 嗯,撞擊器 他 你會有一個 你會有一個 他會受到重力影響 而且他會撞到東西 這個animate 他 就是他這邊的設定 就是說 我加入一個行為 就是他會 受到重力的影響 而且 他會撞到其他的東西 如果他在下面的 那個 collection 沒有加進去的話 他撞到東西 他碰到東西 會穿過去 如果你加了這個 collider的話 他是 碰到東西會反彈 哦 嗯 對,這是一個撞擊器 那不是 破壞的東西 破壞的意思 嗯,好,謝謝 可以直接擺明一些item 這樣子 這段我看過我也放心 還沒有高升到那種地步 這應該很 應該沒有 沒有沒有 就是沒有 很少寫 寫到最後面 高端的會寫 可是我低端的 還沒有寫到 其實 其實除非寫 動畫安排上面 都是固定的 那會用到物理的 情境 確實是比較少一點 嗯 對 除非你寫game 寫game的話 就會蠻常用 所以 平常 也很 很少需要物理情境的動畫 他有介紹他 UI Dynamic Item 的 那個 Property 是做這個Property 可以 你要用到這個Protocol 他就說你要用在UI Dynamic Item 所以你就要呼叫他的Protocol 嗯 哇 Behavi 行為還有他 喔對 他這邊有做 做一個Demo 就是他 轉那個臉的時候 你可以往左邊滑 右邊滑 這樣子 然後他就有 角度 這樣子 還有一些 attachment 附屬行為 做一些設定 轉擊的Function 他這邊 轉擊Function 行為 有這一些 這樣子 他就是說 Item是物件跟物件 互相撞擊的行為 或是Boundaries 到那個 就是到邊緣 然後 everything 就是所有的都是 嗯 喔 所以 他還會有增加 那個 邊緣的 或 一些 就是要辨認 他的那個 ID這樣子 才 才知道他那個 轉擊到哪裡 就可以 需要反彈這樣子 就是 假如說 如果你是設定 他的MOD是Boundary的話 你的物件轉過去 他會穿透其他的物件 可是他到 你手機的邊緣的時候 他就會彈開 嗯 他是這個意思 好 Boundary Boundary的話 他可以加那個 看他現在的Function 是可以加Po 就是他可以去加一個 配置曲線 他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要撞到裡面邊緣 嗯 以他下面給的這些方式來看的話 第一個 他可以加一個 配置曲線 或者是你要加一條直線 就從某個點到某個點的 一條直線 他就會當作是一個Boundary 那下面的話 就是把它移除掉 所以你可以做動畫 就是你可以一邊跑動畫 一邊由User去增加他的那個撞擊邊緣 就User可以畫一條線 然後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撞擊 那個Collider就會去撞到這一些線 然後就會做出一些 好玩的互動就對了 那你也可以去 對應的你可以去擦除它這樣子 那我真的不知道 我猜啦 因為你是看東西然後猜的 是看那個 看方權 看方權 應該是有這樣子的用途 有收感 那nsCopy的話 它是指 你可以用nsStream 或者是用Number 去代表它是 它的Identify 就是你這個東西的ID 它是唯一的 你一條 你一個那個Boundary 只能 佔用一個ID 那你要再加上一個Boundary 的話你就要再 額外再給它另外一個ID 所以 所以nsCopy 就 就可能 也可能是代表 新歌 NGNumber 這樣子 好啊 就繼續吧 還有一兩分鐘就要掛 等一下 一兩分鐘喔 撞擊 後面它 它就大概 講幾句 撞撞擊行為這樣子 Snapping一些 還有Push 它一些行為這樣子 增加 還有一些 反正就是行為 我現在看不到時間 不得一分鐘 好一分鐘 要繼續的話就等一下再發一個吧 對啊 對 就是不用不用那麼趕 可是 後面 它就是大概 介紹就是 一些 它一些 Dynamic 它一些行為 就這樣 就差不多就是 這樣子而已 還有一些 Stasis 可以用 後面有介紹 那個 Merry Cycle 這樣子 然後它 主要是 要這邊 要寫 Unowned Push Behave 所以 它這邊 Merry Cycle 是指 做這些 動畫的 行為 要特別 就是要寫這個 這樣子 要 On 這樣子 好 差不多 這是第13堂課 差不多 就這樣 看 有什麼 還需要 討論的 我還好 跟其他人